好 最近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熱 因此冰品業者都是絞盡腦汁 想辦法要研發出獨特的口味 在南投就有業者研發出辣椒剉冰 還有香蒜吐司冰淇淋 要挑戰消費者的接受度 粉紅色剉冰色彩鮮豔 看起來好可口 你猜猜這是什麼口味 辣辣的 辣辣 還可以 微微辣辣的 可是這算甜甜的 味道很特別 但是如果說想吃辣的話 可以來挑戰看看 你猜到了嗎 這就是辣椒口味 紅色小辣椒加上晶瑩剔透的冰塊 攪拌一塊 就成了這粉紅色的獨特辣椒剉冰 創辦人是他 30歲的李慧樹 從最基本的紅豆冰學起 師父就是他 賣了50年紅豆冰的老阿嬤 從洗 熬煮到加糖的時間 都有祕訣 慢慢會 還要創糖 下去倒倒的 煮到那個糖 吃那個紅豆 一滴肉 其實紅豆再香 李慧樹從道地的紅豆冰法 想出辣椒剉冰 還有香蒜吐司夾冰淇淋 這獨特的口感 總是吸引年輕人前來挑戰 冰淇淋的甜味 然後再加上香蒜的那種味道 那種感覺起來就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好吃 這是我覺得第一次吃過的感覺 感覺非常的讚 創新剉冰接受都如何 由市場評斷 不過這冰夠搞怪 已經成功創造話題 中天新聞周大祥南投採訪報導